大家好,今天我收到了一批台湾同行发过来的硬盘 一 二 三 四 五 一共五块盘啊 其实我个人还是觉得机械并没有固态好玩 之前还没有看到过我修机械的网友 那么今天我就一次希望你们看个够 硬盘是八月份的时候发的 一直跑了十多天才到我手上 毕竟人家远道而来总不能说干就干了嘛 我们先给他进行一下接风洗尘 硬盘这边我已经给他洗完澡了 这就像生活中某些事情一样 又脏又粘的 干起来肯定也是不舒服的 好比如说你刚去健身房锻炼回来 出了一身汗并且非常的累 那在休息睡觉之前总得要洗个澡吧 像这样洗干净就清爽多了 根据描述这批硬盘有各种各样不同的问题啊 咱们来一个一个来看一下 先看一下这个黑色的吧 黑色的是一号盘 硬盘容量是80G的 第一块盘上机以后 它是有电流的 但是没有信号 我们把这个SATA模式调到最低这个速度看一下 然后重新通电 这边换成了SATA1 好像也是一样啊 看右下角这个电流应该已经开始工作了 像这一种没有信号 但是有上地电流的 有可能是信号传输过程中出现问题了 不用怀疑我的数据线 数据线我已经换了几根来反复试验了 我这边测试过的 相信同行那边也是这么测试的 我只是想把他的症状给他摸清楚 那他不出信号会是什么坏了呢 首先来简单说明一下他的工作原理 电脑如果想要识别出这一个硬盘 肯定要经过这一根数据线的 数据线的问题刚才已经排除掉了 数据线再往上就是这一块硬盘的主板了 主板上面有主控芯片 也有驱动芯片 但是负责与电脑进行通信的 主要还是这一颗主控芯片 信号的进出还需要额外经过这四颗偶合电容 这就像你进出停车场一样要过杂机 像这一种老盘有可能是电容老化 导致他们的信号不良 毕竟旁边这排触点都出现氧化了 电容在出问题的概率其实还是蛮高的 具体我们来测试一下吧 第一颗9.8 第二颗好像是没有啊 第三颗9.8 第四颗有9.9 看样子应该就是这一个编号为C110的电容出现问题了 我们直接找一块料板 把接口这四颗电容直接整套换过去 电容这边我已经给它换好了 现在我们通电看一下 好的状态这边已经出来了 我们直接进去看一下吧 这边已经就绪了 OK可以识别出型号啊 并且上面也没有报错 我们访问一下看看 好的上区可以访问了 这就证明这一块已经被我轻松秒杀了 接着我们来看一块西数的硬盘 这个硬盘是250G的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生产时间是2006年 也就是说我手上的这一块盘已经有17岁了 再过一年就可以登短廊了 我们来上机看一下它具体是什么情况 二号盘上电好像是一点反应都没有啊 这边的电流都是零的 看了一下这个硬盘的接口 这边是供电的引脚啊 这个引脚是烧炸了还是腐蚀了 我们先把主板拆下来看看 看了一下这块主板 磁头引脚这一边 好像有点氧化腐蚀的痕迹啊 但是不上电的故障应该跟它没关系 我们来测量一下这边的供电接口有没有阻值 可以看到电源接口这边的对地阻值 它还是有的 这个估计是接口氧化导致着接触不良 我们给它清理一下看看 直接刮吧 然后再给腐蚀比较严重的这只引脚加点C 这样应该就可以了 另外磁头引脚这一边 我也顺带给它刮了一下 现在看起来是闪闪发亮的 我们看一下这个盘能不能被我轻松秒杀 现在我们再来通电看一下 好的 现在上电 这个电流已经可以轻松跑上来了 我们等一下看看它能不能就绪 这个就绪时间比平常的盘要长 我们等一会 等了大概有一分钟啊 还算顺利 这里并没有报错 我们访问一下上区 应该是这个盘放太久没通电了 产生了弱磁区才导致它识别缓慢的 硬盘这边已经开始读数据了 估计是放的有点久了 这个速度有点起不来 不过没关系 因为我已经把它轻松给滤掉了 剩下的无非就是时间的问题 接着来看下一块 这是一个日历的61.4G容量的硬盘 生产日期是04年的7月份 差不多有20个年头了 光从这个接口上就可以知道它是有一定年纪了 这是一个IDE的接口 现在大部分的电脑上已经没有这种接口了 就是因为我多看了一眼这个接口 我感觉可以轻松秒杀 因为这里有一根针歪掉了 现在我们把它掰直 硬盘这边我也还没上机看啊 万一上机以后秒杀不了 大家也不要笑我 就当我没说好吧 OK 右边这里还有一根也是歪的 一起掰直吧 如果不把它掰直 肯定也是插不进去的 第三块盘连接上来以后 我已经等了很久了 期间我也听了一下硬盘的启动声音 都很正常 并没有发出那种异响 不过这里一直都是长忙的状态 也识别不了这一块硬盘 但是别慌 一般像这种老式的IDE硬盘 它会有一堆跳线在这上面 并且每个跳线的功能都非常温馨的 告诉你是干嘛的 二十几年前的电脑说明书 绝对不是像现在这样 不用看系列的 而是真的有用的 一不小心暴露年龄了 现在这一个跳线 根据上面的这一个图纸 应该是属于重盘的状态啊 因为像二十几年前 或者是更早的电脑 它是没有现在这么方便的 当时主流的电脑 还是由软区 光区这些设备 都是同一种IDE总线的 如果想让电脑识别为 哪一个是主盘 就必须通过改这些跳线来实现 简单来说 如果你想从光区 或者软区启动 这些跳线必须得跳对 如果跳错了 那主板是认不到这个硬盘的 所以我们现在只需要把 这一个重盘的模式 改为主盘的模式 应该就可以了 这一块盘的主盘模式 对应的是这一个跳线图 我们给它上下 加两个跳线进来 跳线这边 我已经给它准备好了 直接插进去 好的 我们现在再来上机看一下 这边就绪还挺快的 进去看一下 诶 这个盘怎么直接进到roo模式了 容量是零兆 刚才我又重新检查了一遍跳线图 还需要再把它原有的白色跳线 给去掉才可以 现在这一个盘 已经可以读到这一个型号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上区能不能访问 上区是可以访问的 我们来做一个镜像吧 这是一个NTFS格式的分区 好的 镜像这边也是非常顺利 并没有报错啊 看一下这个速度 速度这边可以达到惊人的40兆以上 对于当年的IDE硬盘来说 这一个速度已经算是很快了 这一个盘真的是名副其实的硬件问题啊 一不小心就被我捡漏了 第四块 终于看到比较新款的盘了 这是一块1.5T容量的西数绿盘 这块绿盘上级也并没有报错啊 我们来看一下上区 上区也可以访问啊 扫描看看吧 扫描这边的结果好像也没报错啊 我们调后一点 再往后也是正常的 这个不知道是不是发错硬盘了 具体等一下再跟同样那边进行确认吧 不过这个即使修好 我也不会收他的费用啊 因为按目前这个检查结果来看 我确实没有看到任何问题 最后一块了 这个是西节的500G硬盘 上面就写了一个损坏 型号是DM002 这个型号的西节 磁头损坏或者是划伤的情况还是挺多的 具体它是哪里坏的 我们先连接设备看一下 好的西节这一块盘已经就绪了 我们进去看一下 硬盘型号识别没有问题啊 不过有一些报错 我们访问一下它的扇区 好的扇区可以访问了 调后一点 看一下中间吧 这个应该是坏道啊 扇区是可以访问的 这不是摆明要让我损视频吗 花了几天时间我已经把这些盘的数据全部给它做好了 不知道同行看了这一个结果会不会拍断大腿啊 很久没有试过这么轻松的简陋了 好了不多说了 因为我又要去招待三星的硬盘了 我们下注 Khu 我们下注lvaja 接下注